台北市议会最资深十连八议员陈振中 头戴白色鸭石帽一身轻便 到北检报道发监执行 他办好手续后也和亲友拥抱告别 因为他将入监服刑六年 陈振中出身台北市社子 是北投士林区五党籍议员 从1985年当选至今资历超过39年 堪称台北市议会最资深议员 他也是宏福建设创办人间股东 在1997年到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下 为了避免股价下跌 竟然利用人头账户买进卖出 宏福股票甚至办理现金增资不久 自行变更原计划动用增资款 二十多亿元购买土地 以及未经许可开发的山坡地 损害宏福建设还有投资人利益 今年七月最高法院判刑六年定验 陈振中必须入肩服刑 今天上午他也前往北检报道发监